好 我們很快回顧一下剛剛的結果 告訴我們說 我們如何從一個負利頁極速 特別是 負數形式的負利頁極速 能夠過渡到負利頁轉換 最後負利頁轉換就是 我得到 我的這個 FT呢 可以寫成 一個 F 這樣子一個 i exponential i omega u的積分 得到一個omega的函數 再把這個omega函數 再對 exponential i omega t 注意這邊是負的i omega u 這邊是i omega t 這邊有個負號這邊沒有負號 對omega積分完之後 乘上2π分之1 會回到原來的FT 大家再看一遍 這邊是F的函數 經過 exponential i omega u的積分之後 得到的omega函數 再對 exponential i omega t 積分 omega積分掉之後會回到t的函數 而這個t的函數 就是原本的FT 這就是負利頁轉換的一個基本精神 就是負利頁轉換 這邊是負利頁轉換 這個部分是反負利頁轉換 會回到FT本身這個函數 這個 可以從 我們的負利頁極數 負數的負利頁極數的 CR的 這個 基本的 數學關係 在 在 這個周期T 區域無窮大的極限下 我們可以把 CR這個 積分呢 最後寫成了一個 G omega的 一個函數 因為 這個地方 已經把T積分掉了 所以原則上就是 Omega的函數 而這個 Omega的函數呢 它因為 我們把這個 T區域無窮大之後 所以 OmegaR這個R呢 已經連續化了 所以我們就寫成了一個 G omega 本身就是一個 G omega的函數 而這個G omega的函數 原本 要在 對所有的這個 R來 這求和就變成了 對Omega的 積分 所以原則上就是 這樣來的 請注意到 我們 得到的一個關係是 F 這個函數 做這兩個 積分之後 得到F 這個函數 前面有個 2π 如果你 如果你只 專注在看 積分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這兩個的 積分 然後最後再乘上 2π 現在問題是 我怎麼樣把這個 2π 放在哪裡 作為我的 負利率轉換的定義 在我們的 所使用的課本 Really 這本 課本呢 它所使用的方法 是把 這個 2π 1呢 拆成 根號2π的兩個音質相乘 把根號2π給這個積分 把另外一個根號2π給這個積分 前面的係數 所以得到了下面這個定義 就是 我 定義 release的book裡面呢就是定義 負利率轉換 fT這個函數的負利率轉換 就是 乘上 Exponential 負iωt 對 t的積分之後再乘上根號2π 就叫做 負利率轉換 fω 那麼同樣的反負利率轉換 就把 fω 對 Exponential iωt對 ω來積分 積分完了結果再乘上根號2π 會回到 fT 這個是我們在 releasebook裡面的定義 但是我們知道原則上 原則上就是 我知道 f 經過這兩個 積分之後再乘以2π會回到f 所以我把它拆成 根號2π 根號2π 各放在兩個積分前面 是一個選擇而已 我也可以這樣選擇 如果 我選擇 把這個 2π 放在 現在這個 Dω的積分的前面 而這邊就不要再放 把這個 就當做我的負利率轉換的定義 就是這個形式 如果我把它 這個 沒有乘上根號2π的這個積分 定義為fω 那麼我只要定義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 反覆列轉換是 拿fω乘上 Exp iωt 對ω的積分再乘上1π 就會回到 原來這個 這個式子還是被 保留下來還是對的 所以 只不過就是把 1π不拆成兩個 像這樣子 而是把 2π分之就直接放在Dω的積分的前面 所以定義為這樣 所以這個 沒有2π這邊有2π OK 這是一個定義 負利率積分的方式 其 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必須在這邊強調因為有這兩種不同的定義方式 所以 我們對很多的FT 取它的負利率轉換的時候 如果你用releasebook 這邊有 1π 所以 這個積分出來的結果跟這邊 出來的結果 就差了一個1π的因子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見 有些 數學的網頁啊 或者一些書本裡面 算出來的某個 函數的負列轉換的列表當中 你會發現 怎麼跟我在這個releasebook裡面所得到的結果好像 它的因子有點點 有點差異有點點不同 原因就是來自於這個不同的定義方式 好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強調一下同學們要注意這個 定義上的差別 特別是在電機系的 書本裡面呢 他們比較喜歡用這個定義方式 就是 負列轉換沒有1% 反負列轉換有1% 他們採取這樣一個定義方式 如果同學們將來 想要走電機方面你想要讀電機研究所 電子研究所 跟 電有關的研究所 你跟你的同學或老師之間對於負列轉換的 定義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希望 在這個課程裡面我們先 跟同學們交代了 希望你將來可以知道這個 不同在哪裡 好 還有第三個定義方式呢 就是採取下面這個式子的定義方式 那這個方式 到底是怎麼樣來的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這個式子來做一下簡單的推導 在這個式子當中呢 我們很快的 把它 定義 我們知道 ω是角頻率 如果我把角頻率定義為 我寫大一點好了 這個ω把它定義為 2πs s就是頻率 我們知道 或者你常常看見的是這個 我們常常看到的是頻率 等於t分之2π 抱歉 頻率 是等於t分之1 對不對 是t分之1 角頻率 是t分之2π 所以我們知道 t分之1就是f 所以這個可以寫成2πf 如果我把f 把這個頻率下面我用s來取代的話 那麼我就寫成2πs 所以如果你把 這邊這個式子裡面的ω寫成2πs的話 你就知道 ft 可以寫成 2π分之1 積分的 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dω我們知道 dω可以寫成2πds 對不對根據這個定義 所以 我知道我的dω可以寫成2πds 那後面這個因子就是iω ω呢就是 我們剛寫下來的2πs 然後t OK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積分 好 所以 這邊有個2π 這邊有個2π分之1就消掉了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式子可以寫成 ds Exponential i 2πs t d 然後 然後 在乘上 積分的 這邊 一模一樣 都是 負ω到ω 然後 du fu Exponential -i ω已經寫成2πs u OK OK 那麼 我們 如果把這邊的這個u呢 寫成 變數s的話 那這個 抱歉 如果我們把它寫成變數t的話就變成這個 對不對 如果我們把這些u 都把它寫成 t的話 的話這個式子可以寫成 dt ft Exponential -i 2πs t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式子呢 就是我們在這邊所看見的 所以 這個如果把它定義成 f 因為已經 積完了t 所以它是s的函數 如果我把它叫做 fs 那麼 這邊 是積分 對s 這個已經是s的函數 然後對 fs 再乘上Exponential i 2πst 再做這個s的積分 整個這個 就會等於 ft 所以 在這個寫法當中呢 完全沒有2π的 對不對 因為2π就在這個 把ω定義為2πs的時候 這個2π跟這個2分之1消掉了 所以如果 以頻率跟 時間 來做複裂轉換的兩個變數 也就是我現在有一個ft 我現在把它轉換成為 fs 如果是這樣的話 再把 fs 轉換再回來ft 這兩個定義方式呢都不需要 有2π分之1的因子了 因為 我做的是t跟s的 這個 複裂轉換了 我做的是這 兩個變數的轉換 所以並不是 時間跟腳頻率的轉換 而是直接跟頻率的轉換 那這個2π分之1就 2π就沒有了 好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定義 複裂轉換的方式就是 ft直接用 Exponential -i 2π 2πst 而不是 負 i ωt 這邊多了一個把這個 這個積分的這個 這個ω改成了2πs 所以這邊就多了一個2π 這邊沒有2π 這邊多2π 同樣的 反覆 負利率轉換裡面的這個 Exponential 函數也是有個2π 它的好處就是 兩邊都不需要有任何2π的 問題 但是你的 積分的對應的變數 T跟頻率對應 所以這邊有個2π 這邊T跟頻率對應 這邊有個2π 好以上的就是 3種 負利率轉換的定義形式 希望同學們在看文獻裡面 如果看到了不同的寫法 我希望你能知道就是因為有不同的定義方式所造成的